咱们呢刚刚呢说过了 咱们接下来是要通过协程 是不是来实现咱们刚刚所说的要求对吧 因为通过进程来实现 通过线程来实现 理论上讲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是问题所出现的一个事情点就在于 随着你网站的用户量越来越多 那么出现一个 一个秃走的一个增长的一种趋势的时候 你的多进程多线程百分之百会死掉 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腾讯 我那会儿原来说过腾讯是不是用的是UDP呀 是不是也用TCP呀 他为什么腾讯他不用TCP 反而很久之前他用UDP呢 要是有一个人登录请问QQ 你看啊你原来你登录QQ的时候 是不是有可能一挂挂一天 没办法 那么假如说腾讯要是用了TCP 那么请问要是有一万个人同时登了一天 那么请问腾讯是不是第一万个进程一直跑的吧 那么腾讯现在都上亿呀 那原来说他十万呀 十万怎么办 一百万怎么解决 一千万怎么解决 一亿怎么解决 他用多进程就打扫他 他买再多的服务器他也扛不住 听懂了吧 为什么腾讯很久之前不用TCP 不是说腾讯不想用 是当时那个技术实现不了 多进程多线程 搞走他才搞不定 所以说呢一不做二不修 那就不用TCP了 用UDP 为什么用UDP就可以 为什么用UDP就可以了呀 咱们说了如果要是你接下来创建进程的话 为这个TCP服务的话 是不是将来一个TCP里面 是不是将来 是不是它是面向链接的 面向链接是不是需要一定的资源了吧 对吧 通过面向资源的这个需求 然后还有通过一些其他的一些特别的一些原因 最终导致了今天的腾讯 一直遗留下的今天这个问题 很久之前是UDP的 今天已经在向那个方向的改 要改成TCP的 现在在改的 所以说今天的腾讯呢 基本上UDP和TCP两个都在用 你可以去网上去查一查这个新闻 网上都有 都有这个新闻 好了 那么接下来 咱们就一步多二不修 单一不用进程 也不用现成了 用什么呢 用疾问的协程来去实现 咱们刚才说的东西 来 接下来 把这个咱们copy一份 copy 06 07 然后使用 使用G event来实现H 实现HTTP服务器 VM 07来打开 想要用G event 你肯定你把这个threading 是不是给干掉了吧 因为咱不用了 咱导入有什么用了 对吧 import the event 然后还有个东西 叫from the event 然后import monkey 对吧 然后monkey delpatch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有个all p-p-t-ch 是吧 怕吃东西 好了 monkey patch patch 那么接下来 咱们原来创建 现成 创建进程的这个位置 请问团队 是不是接下来可以删了吧 来删 把这删掉 换成什么了 g event c-d-sport 怎么写了 awn 是吧 怎么写 好了 把这个target删掉 然后它后面也不需要通过ergs这种方式 是不是直接传 好了 直接传 那么我创建一个 我创建一个携程 那么接下来 我把这个指定 这个携程将来去哪 执行 然后我把这个target则传过去 请问团队 没错吧 接下来我要问大家 我这个地方 我需不需要掉 我需不需要掉 不需要掉 如果掉的话 现成都是共享的 对吧 多现成都是共享的 你现在多现成 是不是肯定也是共享 所以说肯定不能这么做 接下来 那个start 是不是也干掉 说什么 看这 我以为你说的我这 好了 那么团队 这个地方咱们创建完之后 这个哥们是不是立马就开始运行了吧 来 咱们回个头去 看一下 零起 没问题吧 咱们刚刚是不是就用了这个携程来实现的吧 OK 那么进程型 线程型 携程也行 你看上去 看不出区别了 你真正的将来你们公司在去压力措施的时候 最终的这个效果一出来了 听说过压力措施了吧 什么叫压力措施呢 模拟大量的客户端来请求 也就是说将来你们公司里边一般会有测试人员 他会模拟通过特殊软件 其实学测试的人呢 是相当简单 这个没错吧 学开发 需要有含量 测试呢 当然你测试个五六年 你的技术含量也相当深 但是呢 一般小来小去的这种 一般的这种测试人员 我告诉你 就是会用软件 用这个软件干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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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出来一个检测报告 最终你的服务器哪个地方不行 哪个地方有性能平静 最终下来把这个报告提给开发者 开发者接下来拿这个报告去升级优化 这么说理解了吧 将来你们的测试人员 你就可以测 最终的效果一定是协程的效率最高 只是百分之百的 因为咱们这个地方呢 并没有压力测试 所以说呢 咱们只是给你说这个答案就可以了 好了 进程县程 同样是不是都能实现了吧 简而言之 这个进程 内员耗费最大 这百分之百的这种情况 好了 那我就把服务器呢 给它关掉